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能够帮助消化 热天消化不良的朋友在柠檬水中加一片薄薄的姜 吃饭的时候喝对促进消化液分泌也是有好处的 还有酸味的水果比如说像圣女果呀 草莓呀 葡萄 山楂 菠萝 芒果 霓猴桃等等 都是老少嫌疑 热天还有一宝那就是苦味的东西 蔬菜和野菜里有苦瓜 萝卜叶 苦笋子 苦麻菜 芥菜 白花菜一点红等等 另外呢杏仁 桃仁 薄荷叶也有一定的苦味 这些东西能够帮助我们清热消暑 平常出汗比较多 我们除了多喝水 还可以多喝一些粥啊 汤水之类的来补充水分和盐分 那这汤水呢我首推绿豆海带汤还有酸梅汤 可谓是解暑开胃的佳品啊 红豆粥 银耳粥 莲子粥也不错 可以补肾消水肿 轻味润肠 另外呢粥品也是紧跟时尚的 现在还有很多什么水果粥啊 鲜花粥啊 既能够补充营养又能美容养颜 大家不妨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几个适合的粥品 在这也要提醒大家一句了 准妈妈们最好是不要喝一米粥哦 饭桌上汤水是少不了的 西红柿淡花汤 丝瓜汤 冬瓜汤 紫菜汤 榨菜 肉丝汤都是清爽开胃的 本着对大家饮食安全负责的态度 我还是要啰嗦几句 冰的东西不能吃太多 特别是女孩子 每个月的那几天要封住自己的嘴 热天里呢食物容易变质 不要留剩饭剩菜 吃凉菜还有生吃瓜果呢也要注意卫生 对于盒庄的牛奶 罐庄的食品 要留意是不是包装鼓起来了 如果是啊就不要吃了 今天我们要赏悉的是唐代诗人杜甫 夏日探中的一句 飞鸟苦热死 驰鱼合其泥 字面上意思是说 飞鸟被天气热死了 而湖泊池塘也都干涸了 鱼儿只能在盛夏的淤泥中挣扎 这首诗啊是杜甫于公园 759年所作的 那一年关中大旱造成了严重的灾荒 灾民呢也是到处的逃荒流离失所 于是就写下了这首夏日探 当时杜甫在朝廷当中担任的职务是司公参军 这是一个没有太多实质性工作要做的职务 不能够施展自己远大的政治理想 而朝廷在面对这个时候出现的灾荒 没有一点表态 震灾救援的朝廷军队连影子都看不见 于是呢他就写下了夏日探 来表达对朝廷的不满 好了那今天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 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咱们明天再见了